嗷了 广东队坏消息 核心球员伤病 李春江复仇机会 杜峰表示无奈 3月28号今天晚上19 30上海南篮vs广东南篮CCTV5直播本场比赛 球迷期待的全明星赛昨天全部结束了 各个球员和教练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俱乐部 备战第三阶段剩余的比赛 本次的全明星赛新疆南篮的队长阿卜都沙拉木 凭借自己的实力帮助北区战胜了南区 阿卜都本次的全明星赛打得很积极 全场20分在北区最高分 凭着实力拿到了全明星赛MVP 广东南篮这边总共7个人入选了全明星 杜峰带着球员回到了俱乐部 昨天已经前往了上海 今天晚上迎战上海南篮的比赛 目前第三阶段的比赛就是剩余了几场 各个球队为了拿到好的名次 全力备战比赛所以今晚的比赛也肯定会特别精彩 但是赛前广东南篮连续传来了坏消息 广东南篮的大外员汉密尔顿受伤 据媒体报道伤情不清可能缺席几场比赛 目前广东南篮内线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送走了威姆斯以后现在汉密尔顿受伤 意见连年龄偏大也无可奈何 所以汉密尔顿的受伤对于广东南篮打击很大 第二个消息 赵锐可能会被禁赛因为上一场比赛 赵锐发脾气被裁判员吃到了技术犯规 累计次数已经达到极限 所以自然会被联赛禁赛一场 李春江复仇的好机会来了 今天晚上不见不散